我们的歌4 张琪细枪惊艳 马家琪赢赛选取 在就业男团隔空对唱 作为东方卫视阴宗领域的一张王牌 我们的歌来到第四季 一直都展现强大的竞争力 节目上线四季内容 观众好评不断 并且多次获得卫视收拾冠军 看得出来 我们的歌已经积累庞大的收拾人群 节目的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强 熟悉我们的歌的朋友都清楚 这档节目开播之日起就定档 在每周日黄金档 收拾人群也很固定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我们的歌4上线两期内容后突然提档 从每周日晚黄金档改为 每周五晚黄金档播出 四期节目过后 我们的歌4A B两组嘉宾完成盲选配对 安佑琪和邓剑超惨遭一轮游 在两组的首轮组内对抗赛中 陈慧贤 莫会员拿下A组第一名 林志炫 黄骁云则拿下B组第一名 10月21日晚 我们的歌4迎来第五期节目 A组的八位歌手再次登场 演绎代表他们音乐人生的歌曲 上一次的舞台 前辈歌手全是我是谁 这一次的舞台交给新生歌手 他们用歌声证明这就是我 八位歌手的第二轮正面交锋中 由于绘声绘色组合 在首轮对抗赛中拿下第一名 所以第一轮的比赛 他们高挂免战牌 首轮比拼中 三组嘉宾展开强强对话 排名前两名的组合 有机会演唱第二首歌曲 巧合的是 老马和小杨201票排名第一 快乐传虎鸡 热气腾腾都拿到了196票 两组并列第二 所以三组最终都获得了演唱第二首歌曲的权利 节目组的票数设计太尴尬 连编剧看了都会觉得太假 第二轮比拼同样火腰味十足 四组嘉宾全都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舞台 快乐传虎鸡演唱经典歌曲中华民谣 绘声绘色则带来网络热门歌曲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热气腾腾 老马和小杨两组的表演曲目则留在下周揭晓 总的来说 张琪的戏腔 马家琪的选曲 张远和在旧夜男团的隔空对唱 让我们的歌词最新一期节目彻底封神了 快乐传虎鸡 在旧夜男团隔空对唱 周传雄和陆虎两位制作人出场自带背景音乐 还有组合自己的专属歌曲演唱 两人的默契度越来越好 两个人这一次演唱的歌曲是雪落下的声音 陆虎的成名曲 殷宗舞台和歌大晚会被无数人翻唱 如今终于能够听到原唱的版本 两个温柔的男生搅职在一起 娓娓道来 生生入耳 惺惺相惜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和改编 反而更能直击人心 满满的画面感 值得注意的是 在陆虎演唱的过程中 在旧夜男团的其他五位好兄弟演唱 这首歌曲的画面出现在大屏幕上 陆虎与好兄弟隔空合唱 好兄弟还专门录制了加油视频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让人泪目 陆虎十多年在录音棚的沉淀终于得以回报 多年后终于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因为它们的羽毛太鲜亮 两人在第二轮演唱了一首经典老歌《中华民谣》 这首歌当年通过春晚舞台火遍大江南北 两人的翻唱带来满满的回忆和感动 两个人的声音充满了烟火气 感情真挚 经典的力量绿酒迷心 老马和小杨 马家祺选取不好评 杨坤和马家祺两人组成的组合化学反应十足 就像他们的名字老马和小杨一样给人带来反差感 杨坤作为前辈也对马家祺非常照顾 不断调动后辈的情绪 在音乐上也给出很多专业的意见 两个人选择演唱歌曲自己 因为马家祺被歌词深深打动 所以整个演唱也唱出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 杨坤的加入让这个作品更加饱满 两个人的声音非常契合 情感层层渲染 观众很容易被带到歌曲的情绪和氛围中 不得不说 年轻的马家祺在音乐上确实很有自己的想法 选曲有品味 声音很抓人 高音极具穿透力 完成了难度非常高的一首作品 整体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热奇腾腾 张奇细枪经验众人 A组首轮对抗赛中 肖敬腾和张奇组成的热奇腾腾组合表现并不理想 再次登场 两个人也是卯足了力气 直接放大招 一首五加坡2021经验全场 张奇的老生演唱《自证腔圆》 一下子把人带入歌曲的情境中 让人感受到传统京剧的魅力 肖敬腾也突破自我 解锁了轻衣的唱腔 两个人你来我往 重新演绎薛平贵和王宝串的经典故事 整个改编创意满满 传统经典与现代曲目完美融合 张奇此前在悟空的舞台上 就展现过自己的戏腔 当时也是惊艳众人 再一次挑战 戏腔依旧开口脆 PGA中那个大家熟悉的高音 张奇又回来了 会声会色 莫会员再一次拖后腿 由于在A组首轮对抗赛中 拿下第一名 所以会声会色组合少出战一轮 由于第二轮四个组合都进行演唱 所以会声会色等于少演唱了一首歌曲 拿了第一反而损失一个表演舞台 节目的赛制设置让人看不懂 两人在第二轮演唱了告五人的热门歌曲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这也是我们的歌节目舞台上最年轻的一首歌 整个舞美梦幻为美 两位姐姐时而轻松洒脱 时而温暖奔放 整个歌曲的气氛感拉满 虽然孟会员是原创音乐人 但他对于自己的原创作品没有信心 所以选择了这样一首热门歌曲 但是在比赛类的音宗中 选择这样一首口水歌并不明智 缺少新鲜感和高级感 整个表演只能说重规重矩 新人孟会员选歌和演唱水平较为平庸 确实多次拖了前辈陈慧贤的后腿 他在舞台上的状态也不够自信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两人想拿下年度最佳拍档 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 对于我们的歌曲A组对抗赛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对于这个结果满意吗